我们将遇到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王伟浩在今天几下里面的战术打得非常灵魂中 第一局开局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他不和这个胡斯科勒沙进行正面的交锋 因为他知道这个和胡斯科勒沙的出肩速度快 他身高逼长 你看到 他跟腿部 对 利用我的腿把侧了 后了以后 腿还去侧踹 然后加强左闪 哦 胡斯科勒沙进身也很快 而且王伟浩打 这个双方啊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对 抱腿 这时候就 裁判喊停了 胡斯科勒沙进行 这个是不允许抱腿的 会不允许下前主动的抱摔 但是那个 从今天开始看出 这王伟浩在比赛里面看到 胡斯科勒沙进行打不住的 我用拖闪 但是我用反击的速度很快的前马 从这点可以看出 今天王伟浩的战术安排是非常有针对性 今天的场上裁判是来自伊朗的萨萨 伊朗萨萨 伊朗萨萨的一个应该车 在搏击类的内台上还是有一定灵气的 今天把这个王伟浩逼着角落里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杀手锏 哦 拖闪很漂亮 这儿通过自己的拖闪 威则允许 是吧 我不能用 这个反击打敌 好 打游击 好 双击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对 你看王伟浩在最后的十秒钟的战术应用 打了反击的战术应用 是吧 你不是说在场面上 胡斯科罗莎占用 我主动筋 我给你划解掉 我通过我的移动 这边你打不着我 然后我抓反了 从这点时候 他的战术的应用 非常的好 双方第一回合坦率讲 我个人呢 感觉到 胡斯科罗莎 也是无愧于非洲冠军的称号 一上来啊 利用他自己所擅长的腿法和拳法 来进攻开道 在比赛开始一段呢 应该说还是占了一些便宜 但王伟浩真的是 名如其人呢 这个可以说是 目标宏伟 豪气冲天 面对非洲猎豹 这个快节奏的凶悍的 进攻 王伟浩是方寸不乱 而且加强投闪 加强迎击 如果说比赛 整个第一回合 同体印象的话 我请愿把胜利的分数 第一回合给王伟浩 是 他的战术应用非常 就是战术的素养比方 靠脑子打出 你虽然你的身高必长有力量 素质有看 但是我的第一回合 我们打出你看 我通过一段 通过我的战争素养 我划解你 一定要注意前提 而且对手的这个后手的摆拳呢 也是极其杀杀性 这场比赛有火星撞地球 应该是真的是 漂亮 哦 这方是聪明的 用一次西部的进攻 对 因为刚才他在镜神 胡子哥大家看到这个 王伟浩有一个下潜的 进腿 好 有第三点支撑 有第三点支撑 这样 可是 这位裁判呢 没有判这个 胡子哥鲁莎倒地 应该说刚才这几次 如果按照中国的 我们的传统认识 这是属于成功的巨大 你有第三点支撑了吗 但是我们采用的是 WL世界自由搏击的 竞赛规则 它采用过分质 那么像这种 先后倒地 主动倒地 没有得分的 这就是散打和 自由搏击的区别的 就倒地 除非你是重击我 对 用全体的重击 就有明显的这种杀伤力 好 现在打得非常的冷静 我感觉到现在打得 现在王伟豪已经是 在细心上已经打出来了 而且这个王伟豪呢 来自这个少林 打过古实际上 他的外战水平很高 他打过中一对抗 他打过中美打过中德 对 不行的话就抱在一起 没关系 让对方那个近距离的拳法 无法施加 他的威力 你看 他现在就不给那个 胡子哥鲁莎距离 让你胡子哥鲁莎 打不着我 这叫做聪明之处 对手的这个 前后手的交叉直拳 还是要注意防 现在王伟豪呢 在进攻当中啊 要加强连续拳的进攻 对 他有自己的 单拳的重拳 但是连续拳的 没有 好的 你看又是一次单拳 好的 这应该是一次接腿身 接腿身非常漂亮 这个应该是给对手扣分的 那么这个对手 这次倒地 要被扣掉两分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一局 王伟豪至少应该能够以 三分的这种优势 三分的优势在这一局里面取胜 现在王伟豪要注意防什么 就是在立场上 我肯定不如你合作吧 那么在这种比赛当中 我的反击一定要坚决 而且要是连续的进攻 连续进攻 打得更坚决一点 防对方的拳阀 防对方后手 因为对方现在呢 在得点上已经可以明显落后 这方肯定呢 这时候要组织兵力全力反扑 所以这时候要防止对方 有非常规矩的战法 因为这个胡子过得杀 他特点很先进 身高必伤 出拳速度 漂亮 正好这方一起腿 单脚支撑 那么刚才呢 又是王伟豪漂亮的一次 后手支撑 我们讲一下 一起腿单边就空了 你没有中心了 正好打你的空当 我认为啊 这个胡子过路沙 只在比赛的第一个60秒钟 占的一点点小小的甜意 当时气质上感觉到 非常的凶猛 但是呢 从双方的比赛 随着战局的延伸和发展 应该说王伟豪 真是他的打法 就名如其人呢 是啊 但是要不要小视这个胡子过路沙 他毕竟获得过 武林峰70公斤级的地球腰带 他的耐力非常好 来自非洲 他的耐力非常好 他从第一阶到第三阶 我们看不住他的体能下降这种位置 根本不会 你看不着 他还有一个优势 一个特点 就是耐力车 我就看第三局 王伟豪的体能怎么样 能不能领悟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集 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都在看那个 我们河南内视 带给您的 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跨年之作 这也是世界自由搏击 WLF的巅峰之战 八人对决 有四名中国的武林高手 与来自四大洲的武林高手呢 展开巅峰对决 同时在中间还穿插有一些 可以说在功夫当中 想要很高名气和很强实力的 明星对抗赛 当然美女半英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嘉丽们 也为比赛升迁了很多的亮点 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前面已经几次强调过 比赛的每个回合是十分 如果遭到对手中击的话 像刚才一次被击倒 这样被扣两分 当然要求倒地 有幅度 而且还要有力量 也就打掉脆 有刷伤力 最后要看 在美局里面谁的胜的分数多 鸡小胜没大胜 当然也会有直接KO的场面 这是我们共同期待 这是八人赛的第一轮的第三场 中共有试王伟豪 从非洲冠军 无知共产的第三季比赛 我们看到场上的裁判 这个三郎说 你的接腿赛要一次发力 不得二次发力 不得二次 刚才明显的 刚才王伟豪接腿以后 有二次发力 上弓拳 将这手接倒 这手扶着围承 这手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多支撑的技能了 台湾再给他图表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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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上弓拳 一股动作非常漂亮 数到了八 从特洛杀已经恢复了技能 对 接住 继续打 这是王伟豪会朝圣归击的 但也不要掉以轻心 好的 在利用组合选 看不到 我就说胡适购者的耐力非常好 你看 通过短暂休一张圈的 他看起来开始反击 其他人不要掉以轻心忙 这点应该说中一节提的非常好 你看 确实对方的一种表现 不乎我们预料 他咬几下 他能够坚持到这种情况 好的 王伟豪正面迎击 现在需要王伟豪啊 头脑要冷静 打得清楚 只要能够注意打迎击 对方体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好的 这时候 不要以为这个胡适购者不行了 因为对方已经是被强者扣出两分了 这时候你要保住对方 还是一步进攻 还是要杀车力 看不到 天啊 不要掉以轻心 这方刚才是自己只能老弟 看得出来 现在对方已经可以说是 孤注一致了 漂亮 刚才如果利用我们武林风 这个孤雄伯鲜的规则的话 虽然袭击可以 但只能一次 刚才像这个胡适购者杀两次袭击 应该是要被劝告 被要劝告 要劝告 如果你宣布止的话 三次 要被扣分 只能袭击一次 就要推开 就是说两个人传到一起 只能用西部攻击对方一次 对只能一次 不能连续进攻 因为这毕竟不是纯戴拳的比赛 我想胡适购者杀现在眼前一定是幻影游动 这时候王伟豪要利用什么办法 我虽然挺 但是要打了就跑 打了就跑 利用一动 千万不要下去 千万 这方用丝大进攻 千万不能下去 对 打了就跑 加强策神 而不是向后退 好 听到星期一声音声 这上次胜利的号角 王伟豪已经是迎来了胜利的祖国 赢进 跳了 这场比赛 王伟豪完胜 从此个路杀已经知道这场比赛 他 只能 扶手撑谈 王伟豪 真的名如其名 他已经在武林峰 六战全胜 六战全胜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参半员 30比28 二号参半员 30比28 三号参半员 30比28 比赛结果 红放胜 第一轮机参场 胜利者 中国勇士 王伟豪 接着目前我们 WLF世界自由搏击理智会 功夫之王的 第一轮的三场比赛 就已经结束了 一共产生了三位 晋级第二轮的选手 他们分别是 中国勇士 周志鹏 中国勇士 董文飞 中国勇士 王伟豪 那么现在还剩下一位 晋级第二轮的名额 那么他们将在天皇克劳斯 和最年轻的小将 18岁的中国勇士 郑昭玉之间产生 那比起对于四大洲的 全国来讲 进入第二轮 成为WLF 世界公共